大家好,我是Tina讲 好久不见了,大家最近过得开心吗? 那我相信呢,有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 拥有iPad呢,就是想用iPad去提高我们的学习 和工作效率,我们在想如何去提高效率的时候呢 首先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 如何去用iPad记录和整理各种各样的信息 知识和笔记,那今天呢就来简单的分享 经过我长期的实践寻找到的比较好的 记录和整理的方法,那希望呢给大家一点灵感和参考 那首先呢就是我的无线电子操稿纸 我用的软件呢是无边际是苹果去年新推出的 那白白软件有很多,然后呢比无边际这个软件 功能更加全面的也有不少 那为什么选择这款呢?就是因为它是苹果系统自带的 iPad的手机电脑呢都可以非常丝滑的同步和使用 并且呢也可以跟其他小伙伴共享协作一起使用 对于有苹果全家桶的小伙伴来说 我觉得这个软件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之一 那我呢是把无边际当作我的无线电子操稿纸来使用 比如记录一些胡思乱想的书里 思维导图,还有一些灵感的记录 还可以呢跟朋友一起制定旅行计划等等等等 我用这个软件把它当作操稿纸呢就是 我不需要考虑书写格式 我也不用考虑我书写的是否好看 就是呢把那些脑子里装不下或者是混乱的内容呢 先用笔把它写下来 如果写在真实的操稿纸上呢 我以往的经验就是非常容易丢失 如果我突然想到某一点下回头再去找那个内容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难找到的 也不容易再次去整理 所以目前我觉得电子版是相对来说更加方便的 比如我最近特别焦虑 但是呢我脑子里非常混乱 我不知道我焦虑的内容 我到底在焦虑什么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先拿出笔来写一写 想想我最近焦虑的东西有什么 就是先把脑子里现在有的想法通通的写下来 然后呢进行梳理 我可能当我把这个所有的想法写出来之后呢 我就没有以前那么焦虑了 这是一个我最近经常用的缓解焦虑的方法之一 接下来呢就是 所有我想用脑子记住的东西呢 我都用goodnotes 比如专业课程的学习笔记 语言学习内容 还有工作上的会议记录等等 那我为什么选择用手写呢 因为相比档字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手写更容易出发灵感思考 并且呢手写会加成记忆 所以呢我手写的内容呢都是一些我想记住的内容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最最最最重要的两款软件 就是备忘录和Obsidian 那其他软件都可以不用 但这两款对于我来说是必须必须存在的 那我都是怎么用呢 首先呢就是备忘录呢主要就是做所有碎片化文字的收集箱 那我收集过来的所有内容进行整理 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再次思考的一些文字呢 我就储存到Obsidian 那我选择用备忘录来记录碎片信息呢 是因为呢一般碎片化的信息文字呢都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形式 所以呢我就选择用苹果原生态的软件 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去记录 如果你使用iPad的话呢你可以从右下角上滑就可以快速记录 如果在锁屏的状态下呢你用你的pencil呢可以收集屏幕 也可以快速的启动备忘录 而且呢你用备忘录也可以去拍照 扫描一些你想记录的文字等等等等 备忘录里的内容进行整理 变为自己的知识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到Obsidian里 作为自己的知识管理库 那我选择Obsidian的原因呢在我记得可能是上上上记视频里呢有说过 因为呢Obsidian是数据本地化呢就不怕信息的泄漏和低优失 而且呢这款软件是开源软件知识markdown的语法 可以使用笔记之间的链接来组织笔记建立知识图谱 它呢也有很多开源插件自由度非常非常高 而且呢可以设置自己喜欢的主题字体等等等等 而且呢它本身这个软件里面就有四维导图白板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你用这款软件是完全可以定制属于自己的笔记系统的 那我笔记如何去整理呢 我的整理方法呢我参照的是PARA整理笔记法 那这个呢是我目前觉得比较合理最清晰的整理笔记的方法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关键词会出来很多很多内容 那我今天呢就来我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那我在无编辑里还有当时整理笔记的时候做的一个图 我找一下啊 PARA呢它分别代表项目领域资源和档案四个类别 它每个类别代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项目 那项目呢就是与目标关联的一系列任务 那这个任务呢必须有明确的完成期限 比如像我的年度目标 那我今年的年度目标之一呢是我今年想拍摄20个高质量的视频 或者是我的体质率想达到20% 那领域呢它呢是一个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任务领域 比如我上面说的我的年度目标是拍摄视频 那这个拍摄视频这一项呢就属于摄影领域 那我的体质率要达到20%呢它就属于健康的领域 这个二资源呢就是你当前持续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或者是主题 比如一些习惯养成、时间管理、项目管理等等等等 那这个资源里的话题呢有一些你可能曾经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呢 你不感兴趣了这些话题不用之后呢你又放到最后一个档案 那档案呢它就是其他三个类别以外的非活动项目 就是代表你已完成的比如像你已完成的项目 或者是你不感兴趣的话题那你都最后呢都放在这里边 我最终选择这样的整理方法呢是因为呢我觉得它能将我目前的努力方向跟长期目标联系起来 让我能有意识的在某个领域深耕而不是我今天有一个这个目标 明天有一个那个感兴趣的点就是我用这个整理方法呢 我就可以让我有意识的在某个领域多扩展主题在这个领域深耕 那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梳理你未来想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所以这个整理方法是目前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一个整理方法 那这期内容呢我讲的软件比较少 分享的主要就是我最常用的是四款软件 那我更多的是讲的我的使用方法 那希望呢我的这个分享给不知道如何整理电子笔记的小伙伴一点参考和灵感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多多点赞评论和转发信来的小伙伴也别忘了关注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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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